各位,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,文盲的比例已经大幅度下降。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中国文盲的比例有60%。 今天已经跌至2.67%,但因为人口指数实在大。 所以这2.67就代表了三千万人。 那怎样呢? 我们知道,今天就越来越多这些手机。 大家知道,手机除了可以传播声音,还有一样,很多都是文字。 老人家不懂字,那怎样呢? 原来在这次,我说少了,在1949年时,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,文盲的比例是80%,不是70%。 对不起,我说错了。 现在跌至2点多,一个非常大的成就。 但仍然有三千多人。 那三千万人怎样呢? 生活很不方便。 出街,搭巴士,不懂字,不知巴士去哪。 亦不知道是哪个站,那怎样呢? 那怎样呢? 很多这些。 家里也旧思想,没有什么机会读书。 家庭不太支持他们读书。 只做这些简单事就好了。 不过呢,在2020年开始,因为疫情关系, 就有不少学校转在网上上课。 包括幼儿班。 对了。 这些。 妈妈跟着和这些小朋友一起上课。 所以慢慢慢慢开始学会一些字。 目前来说,在中国的视频平台上, 亦有不少楼主开始针对这个市场。 三千万人的市场,不是小市场。 所以就开始在网上针对成年人的文盲问题, 提供各种各样的课程。 相信这些课程会为剩余的二点多百分比的, 比较年长一点的文盲人士, 解决到一个重要的社会需要。 希望将这个文盲终于变成另, 大家都要识字。 以前我经常说, 受彩不出门,能知天下事。 今日的确可以, 大家坐在电脑面前, 只要懂得运用你的网络, 就是能知天下事。